一定會對於我個人的這個人格 還有清白去做捍衛 民進黨桃園市長 參選人林志堅 鏡頭前再次強調清白 甚至願意和另一位研究生 于正煌當面對職 你的論文有沒有抄襲 當然沒有抄襲 如果他願意出面的話 我覺得這沒有問題 但林志堅要捍衛的 不只台大碩士學位 還有中華大學的碩士學位 我的論文品質不佳 寫錯的我虛心接受老師的指教 林志堅親自出席中華大學學輪會 但也預告結果可能不盡如人意 只是近日來的論文風暴 不只造成林志堅選情壓力 更讓他家人備受煎熬 我的爸爸媽媽都七十幾歲了 那我媽媽她是尤其是 比較容易焦慮的人 那這幾天尤其 可以感受到她的焦慮 她就是幾乎 講沒幾句話就哽咽 甚至於會哭 小孩總是晚上會跟他們視訊 那他們就會常常問我說 爸爸你什麼時候會回來啊 相較林志堅爸媽小孩的不捨 太太的不打擾 就是她的溫柔 過去我太太很少有什麼 就是也很少關心啦 坦白講因為帶小孩 她已經很忙了 不過有一天 她在LINE的這個 我的這個 跟她的這個群組上 她傳了一個貼圖 就是一個 一個那個熊的貼圖 然後拿著手機人昏倒了 要證明清白還有漫漫長路 但在這過程中 林志堅家人堅定支持 肯定會是她最強後盾 金新聞綜合報導 你好 也很複雜 禁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